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5号的台股最前线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早上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表现 那四大指数是呈现了涨跌互件 其中以科技股为主的 费城半导体涨0.92% 纳斯达克指数涨0.4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应该可以知道原则上 今天早上的美国股市 是科技类股表现比较强势 那在这样的一个带动之下 今天的台指期夜盘 在早上5点收盘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大概是上涨了69点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 今天台北股市往上开高 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没有问题 但重点在往上开高的过程当中 能不能够开高之后向上做走高 或者是开高之后向下做走低 这件事情他会决定在 包括三个主要的一个国际市场 以及整体的一个盘面结构上面 好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三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国际市场 应该这样子讲了 就是影响到台北股市的一个国际市场 大概三个方向 包括了美国纳斯达克电子盘的一个表现 那电子盘的表现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 现阶段的一个行情是 开小低之后向上去做逐步的震荡拉高 目前的一个涨幅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现阶段是涨了0.15% 那当然我们过去跟大家谈过 0.2%到0.3% 涨跌 他都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 但无论如何他毕竟是往上走 所以这应该会是一个中性偏多的一个格局 因为纳斯达克指数收盘也上涨 然后电子盘也再往上去做走高 然后我们就亚洲股市 现阶段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 南韩中的指数目前是涨了15.13点 涨了0.61% 日经指数则是涨了0.14% 所以两个市场一个开高之后向上做堆高 一个开高之后 先压回平盘 但是也往上去做走高 好所以从亚洲股市的角度来看 他也是属于比较偏向多方的架构 所以原则上今天的一个行情开高 先往上走的那个机会 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 那至于说能不能够推比较大的一个涨幅 当然包括了台币的汇率 包括选择权的波动率 这个都是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教过大家的 但无论如何 我知道现阶段大家还是担心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军演这件事情 听说好像昨天有很多飞弹从台湾上空越过 但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 其实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一个状况 其实你可以发现 这个行情有点像是自己吓自己对不对 因为昨天的一个行情 其实一度有出现向下的击杀 大概在早上的11点钟过后 开始出现向下做击杀 但是到了接近12点钟 又快速向上去做拉抬 所以以现在的一个行情 应该这样子讲有两个护国神山 一个不是只台积电 我要讲的是说 一个是月均线的翻扬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当时跟大家谈到 现阶段的扣抵在这个位阶 今天是礼拜五 会扣到这一根红K棒 但无论如何到下个礼拜 在123基本上都还在相对低档 所以月均线会持续做翻扬 翻扬的均线代表的是一个助长的力道 这个是我们过去有告诉过各位的 那另外的一个撑盘的要角 当然就来自于国安基金 所以我是觉得 当然过去的历史经验 我们跟大家谈了非常多 你会恐慌我们能够了解 但是说真的 其实过去的非经济因素 或者说是台海的危机 基本上都是在行情应该说这个利空顿化之后 台北股市会还他公道 所以我们昨天也在测标当中 跟大家谈得非常清楚 我认为这个行情在下个礼拜 甚至快一点 今天就有机会往上去做一个谈高 那原则上目标还是观察 季线的一个位置 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要跟大家谈的是说 现阶段的一个行情 它还是属于第一个阶段 事实上第一个阶段到目前 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老师那行情是不是已经 反弹接近满足的一个位置区 但现老师要告诉各位就是说 从13928的一个低点以来 那个时候盘面已经开始不再反映 太多的利空的讯息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事实上在7月初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什么股票除息 什么股票就倒霉 对不对 就是除完息 除完息股价掉就算了 然后还一定要大幅度贴息 但是从13928之后你会发现 各股的除息 它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 除息的行情的时候 那你大概就知道 这个行情大概 最坏的情形已经过去了 那原则上我们还是会认为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应该是有挑战 季线的一个机会 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好 那回到今天的一个盘面 要聚焦在什么样的一个个股上面 因为每个月的1号到10号 他都是这个营收公布的时间点 因此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们可以关注 包括营收 然后包括半年报的一个表现 好半年报的表现 我稍后在第二阶段 我再来跟大家谈 那我们先来看营收的一个角度 好 那你可以看到当然昨天 这个是大家记得吗 我们就是跟大家谈到 就是说这个日期忘记改了 这应该是8月4号 营收重点股 那无论如何 这个是昨天公布营收的一些公司 好 那这些公布营收的一个公司呢 我们可以看到量能最大的是 2303的联电 对不对 那黄底代表的是什么 黄底代表的是他的营收 创下历史新高 好 那昨天呢 当然 非常过去非常知名的 外资半导体分析师 陆行之 他其实有谈到 就是说 联电好像没有去下修 就是对于那个库存的影响 好像没有这么样的一个大 但我要告诉各位 无论如何 营收创新高是事实 对不对 但是因为股价 外资连续两天都是站在买超 所以这个部分你说 市场当中有没有人早知道 当然其实这个 答案应该是比较明确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要提醒各位 不是说 讲股票不好 是说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今天收不收红黑棒很重要 就是你看 外资 连续买三天 今天连续买两天 第一天买5334张 然后昨天买33792张 所以你就这样的一个 张数来看 我们刚刚讲了嘛 你说有没有人提前去卡位 营收创新高这件事情 一定有 那基本上这种 属于事件的交易了 就是公布出来 营收创下历史新高 那开高 如果说出现比较明显的卖压 什么叫明显的卖压 就是开高之后出现黑K棒 这个叫做明显的卖压 代表什么代表外资 前两天买对不对 然后利多讯息出来之后 开始在调节方向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股价会比较震荡整理 如果你手上持有的投资朋友 你还是先以这个月均线 当做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原则上能够站在月线以上 属于强势 进一步往上去挑战 前一个空方缺口 那如果说是一个 红K棒当然往上去做推升 那当然最好了 股价的一个走势 就能够进一步向上去做一个 向上去做一个攻击 不过既然讲到这个东西 我顺带谈一个情形 就是昨天如果大家去观察 那个外资的买卖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件事情 成熟制成 联电是买超 然后利基电 它是站在了一个比较调节的方向 这个其实都还是跟你主要的营收 主要的一个产品比重是有关系的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应该是除息所造成的缺口 不是 还不是 8月23号 所以它也没有除息嘛 对不对 这是一个正常的跳空的空方缺口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基本上对于利基电来讲 这个会是一个非常大的 非常重大的一个趋势的改变 就是原本我股价它是一个 跌下来之后的一个平台整理 对不对 如果我们单纯 当然如果你把时间拉长来看 你会看到很多重要的缺口去做产生 因为它股价从80.30度跌下来 但如果我们就只抓最近这个波段 最近这个波段的话 其实简单来说 如果看前面这个整理 跟这个多方的 这个空方的跳空缺口 它所代表的其实就是 一般来讲技术面来讲的突破的缺口 就是向下突破的缺口 我知道大家会说 老师它向下突破的缺口应该在很高的 80块往下掉的那个位置 那我就跟大家讲 就是基本上你就大格局 一定是那个时候 它所出现的一个缺口 但是如果就小的 小的格局来看 这个就是最近这一个多月的突破缺口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要注意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这个缺口如果没有补掉 那原则上它就代表是一个持续比较偏向弱势的格局 那所以你看昨天外资占卖 一个同样是成熟自成 外资对联电买超 然后对于利器电市卖超 这个股价目前看起来还没有止跌的讯号 这个东西当然要特别注意 就是原则上这里整理一个月失败 合理来讲要么你走B型反转 要么你应该要整理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所以这个就是投资朋友你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叫做资金最有效率化 因为你如果是存股的 我相信你大概其实也不会受到 行情波动的影响 反正选到好的标的 我当然不是讲说存利基电 我要讲的是说如果选到好的标的 那你就慢慢存 然后领股息定时定额 我觉得这个倒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但因为大多数的投资朋友都是做短线的交易 或许你会觉得说 老师没有关系啦 我当初我利基电我就买一成而已啊 那一成的资金套住 我还有九成的资金啊 但是你要去思考的一个概念是说 你如果每一次的想法都是这样子 我不是说你会连错十次 我要讲的是说你看 假设你做两档对一档 对不对 那一档套住了你就不管它了 然后赚钱的你把它除掉 好那如果以这样子的反复循环 你做十次之后 你是不是会有五档套了 然后呢你再做 再做几次之后 你是不是几乎手上都是套牢的持股 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告诉大家 就是说资金最有效率化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知道这个行情 至少要整理一个月 当然这个还是一个 有可能会持续破底的走势 如果你知道它会持续做整理 为什么要把资金卡在这里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很多人当然会觉得说 有时候股价是要花一点时间做等待 没有错 其实我也认同这样的讲法 但是这个不是你套牢很严重 拿来安慰自己的理由 我只能跟这样子跟大家谈 所以这个东西是大家要注意的 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 第二档个股 这个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档股票 它叫做2317的一个鸿海 好2317的鸿海 当然这一波的行情 之前我们都开玩笑讲嘛 就是去年的行情 如果你是鸿海的股东 你会很难过 为什么 因为股价都不会动嘛 对不对 就是股价就是从去年的6月份 大概在100块钱上下 就一如震荡整理 整理到今年的5月份 它股价都没有 都没有什么太大幅度的波动 好那去年会觉得 我怎么持有的是鸿海 然后今年会觉得 还好我持有的是鸿海 为什么 因为它股价没有动 好 但这个今天的应该这样讲 这个营收倒是 有一点让我有点意外 原因是什么 就是基本上 当然你如果说 以这个正常的拉货的状况来看的话 苹果iPhone拉货拉货 大概还是8月 9月份开始会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旺季 但是整体来讲 倒是没有看到 有比较明显掉下去的 那个现象 对不对 就是你看去年是4,180亿 6月份是4,016亿 它有比这个 简单来说 就是比去年同期成长 但是跟6月份比较起来 是有一点点下滑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现象 好 不过问如何 以现阶段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我觉得股价大概还是不多 不拖这个范围 原因是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怎么振大概都在100块钱附近 更不要说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到 苹果手机出货 拉货的一个旺季 而且它10月份还有一个科技日 10月18号的时候 红海科技日会公布新的电动车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基本上啦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红海做电动车这件事情 但是对于我来讲 这个一直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是说 这是一个加分项目 什么样的加分项目就是说 我就算我的汽车我没做起来 那个电动车的代工组装没有做起来 你去想一个问题 对它来讲有任何影响吗 其实没有 因为它现在还是苹果最大的代工厂商 所以我如果电动车没有做起来 我还是有手机 对不对 但是你要想 如果说它的电动车做起来了 那个就是一个新的成长动能 而且说真的 以红海 当然你要跟百年汽车工艺 来那些大厂来立刻做竞争 有它的难度存在 但是它会吸引非常多 想要往这个领域去 跨的那些公司 去做试试看 做一个原型车出来 看能不能够有这种 所谓量产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对于它来讲是加分项 就是没有没关系 但是如果有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加分 所以过去这几天 当然外资占在卖方 但整体来说 你看它股价也就是 刹下去6就留十字线 刹下去就留下影线 所以整体我是觉得 股价的影响 其实并没有出来这么大 那当然做这个股票 你可能要稍微有点耐心 然后这个应该会是属于 比较中长线的一个交易 那其他的个股 看一下 都没有除了连电之外 都没有创新高的 那我们就照成交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4114的剑桥 那原则上 当然做生计股有它的迷人之处 那也有它的那个怎么讲 就是说 生计股它就是暴涨暴跌 但剑桥它是属于相对比较温和 我先再举个例子来讲 例如说像什么 像那个 昨天典礼板那个4162的事情 你看这个就是 解盲失败 包括之前 大家如果在市场当中 存油 做了比较久的 应该会记得这件解盲失败 最有名的例子 应该是这个 就是基亚 基亚解盲 当然我不是讲说 志情一定会这样跌 但是 因为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些 生计类股 它总是在送药证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 就跌这一段 对不对 有时候生计股 涨起来很快 然后跌起来其实也很快 但 我要回到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一个重点 就是说 剑桥它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股票 那因为昨天有量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股价的一个走势 那股价最近期的那个行情是 冲高之后的一个震荡整理 那我们先讲 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 它算是强势的震荡整理 对不对 就是 我回测的过程当中 没有跌破 季限 所以这个部分 大家可能关注的重点 因为营收公布出来 当然对于生计类股来讲 营收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整体来说 算表现不差 但是要攻 要发动 要有量 而且要连续 所以大家就稍微观察一下 目前月均量是11250 所以大概要攻击的话 应该要在这个量以上会比较好 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好那这个是我们在第一阶段 先从昨天营收的角度出发 来提醒各位 今天盘面有哪一些 值得注意的重点个股 但回归到实战的一个操作上面 有时候单纯知道标的 我想可能当然不太够了 还是必须要盘中的一个买卖点 或者说是那种比较即时的一个讯息 我觉得这个才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 所以如果说同学朋友 我们刚刚谈到下个礼拜开始 军演结束 对于台股来讲 它会有一个补涨的机会 我们还是先谈一下 你看如果看美国股市 现在美国股市没有人在季线以下的 你知道吗 道琼 蓝色这一条是季线 纳斯达克 费城半导体 S&P500 都差多少 对不对 所以对于台股来讲 现在刚好被军演这件事情压住 反正我说真的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你放在股票市场跟你放在 你拿的现金其实也没有太大差别 但是如果说 你这个时候你不去做卡位 万一下个礼拜 台北股市开始出现补涨 那就有很大的差别了 就是你的股票可能要用追的 所以下老师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基本上下个礼拜的一个行情 应该会逐步转家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会是一个 做解套行情比较好的时间点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跟上我们的一个行列 可以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最后一天有任何问题 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我们从个股期以及半年报的一个角度出发 来告诉各位 今天盘面还有哪一些值得注意的焦点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传统豆腐谢老师 感恩支持大回馈 今天入会全面五折大优惠 今天入会全面五折大优惠 最后一天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快再见 02752586827525868 陈东斗库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代金一定代出 陈东斗库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尘通投资 值得托付 027525868 27525868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台子齐开盘的表现 今天是空军一天就被歼灭的时间点 今天台子齐开盘就涨207点 来到14861点 你说真的 这行情你要怎么看 那我只能够跟大家这样子讲 就是军事演习 我知道在当下 你一定会恐慌 那这个我们也无可忽 因为媒体每天放送 但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说真的这么多年在市场当中 该看的也都看过了 金融海啸我们都看过了 飞弹危机有什么好担心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概念是说 其实不用被这种 非经济因素吓到自己 如果吓到了 说真的其实你可能会错失很多切入的机会或之类的 我觉得会比较可惜一点 那无论如何 今天行情开高 那说真的 这个 你说开高这个时候去追也有点尴尬 对不对 最好是能够希望说能够有一些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嘛 南韩日经 然后NASA各电子盘 其实都会是让那个行情可以推上去的 但是 从夜盘涨69到现在涨204 那个差别其实还是有点大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就稍微关注一下 尽可能今天是以拉回的方式做买进 不要急着去做追价 这个部分先提供这样的一个想法给各位 好那回过头来 我们先讲一下 因为昨天我在下午的节目里面 我有讲到我们手上会员两家公司 会员手上持股两家公司要公布财报 对不对 一个是 这叫精准预测嘛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波罗威是 是昨天公布财报 他所缴出来的 EPS单季2块 单季2块钱 你看 第一季是赚0.61 第二季赚2块 我昨天是不是举了一个例子 叫做3081的联亚 联亚上半年赚1块2 股价多少 股价133块 虽然做的光鲜的部分不一样 联亚的那个 光鲜的产品还是比较高阶 但是 一个碳2块 跪跌50块 一个碳 高鲜 高鲜133 你想这也没努力嘛 对吧 所以这个部分 目前是说是涨停了 我是不知道 但是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就是 原则上 它的基本面的成长动能是强的 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然后另外一档个股叫做 2607的荣运 好那荣运呢 它昨天公布出来 我说它会超过1块钱 对不对 因为 这不是乱算的 因为你去想 就是 我四五六月份的营收 比第一季成长0.62 那所以 第二季合理来讲 毛利率没有掉 应该是至少要0.62 对不对 长荣的股息 贡献4.5亿 以它的股本来做计算的话 是 EPS贡献0.4 好 所以大概是1块钱 那最终它公布出来的结果是1.29 这个数字到底好不好 基本上 波罗威比较惊艳 我只能够这样子讲 波罗威比较惊艳 那今天的一个行情 我会看状况 因为 我们当时其实就是要做的是财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原则上开高 我们会开始去做 一些部分的持股调整 这个先 跟 陶俊宏先做报告 大家看开盘的力道 如果够强的话 就续报 如果不够强 其实要做一些调整的动作 好 那其他的状况 当然今天个股期 涨幅最大的是 1477的巨氧 基本上巨氧 它的单季 应该说单月份的获利 因为就我们调查了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还不差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 整体来说 就是因为股价在相对低档 那面对了季线的一个关卡 大家可以稍微关注 今天如果说开始去补这个缺口 把这个缺口全部封闭的话 它会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多方架构 这个地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其他的我就不多谈 因为今天涨200多点 相信大家在开告的过程当中 应该有很多持股要去做 持股上面的调整 或者说是 先讲不要太过过度追降 因为我认为这个行情会涨 但是他一下跳太快 会比较会有遇到那种解套的 因为昨天从低点拉起来 快200点 所以开高一定会倒股票 这个是合理的 所以你要等压回的时候 再来去做一个进场的一个动作 但会如何 今天开起来 很多个股你要去做调整 然后接下来腾出资金 你要去做操作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说投资票你认同夏老师 过去这段时间中 跟大家所谈到的这些概念 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的 可以把握这一次的机会 最后一天有任何问题 或想要加入我们 都欢迎大家 可以通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8月5号的台股这前线 成立Lite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之股票 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谢明哲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等LiteID为 atmoney27525868 ParegonID为明哲888Y 无其他群组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导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非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